师傅 徒儿来晚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我那样对你们 你们还来救我 过去的事都不提了 在我心里 师兄一直是我的知己 知己有难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爹 师傅的修为怎会虚耗得如此厉害 是丘利 她每日都将正派弟子 推到谢墨镇祭祀 师爹拼了面 才救回了他们 之前是我们误会的园长们 救命之恩莫尺难忘 师傅 我们先离开这儿 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替你疗伤 师傅 你带着大家离开吧 我和碧鸿得留下 谢墨镇 已经快到极限了 神隐还在丘利的手里 我们必须留下来找到神隐 完成陷阱 难怪丘利毫不设法 原来神隐在她手中 我们必须留下来 师傅 你带着各派弟子先离开 我和师傅留下 我也留下 不行 守护仙魔阵 是我们父子的责任 跟你们没关系 师儿 师傅已经欠你太多了 不能再连累你跟 跟师傅了 我和师兄早已命运相领 守护仙魔阵 是师兄的责任 亦是徒儿的责任 徒儿不能走 后迟的职责就是我的职责 我愿意和你们一起 守护大家 我们也不走 我们也不走 诸位 守护仙生 是我们所有修真者的职责 我们留下 一同守护着仙魔阵 诸位的心意 我们心领了 但如果我们都困死在这阵中 反倒中了丘利的锦 我恳请各位先生 先行出阵 你们在外护阵 也是帮助我们 后世仙长所言有理 那这里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去神宫外 为你们护法 元爷师兄 带着大家去吧 我们走